很大的 相當於菜圖廣告 我說你為什麼這麼大的改變 他原來聽到這個陳水扁把錢回到海外 很困惑 因為他爸爸他們家出錢出了一個日子捐錢 他這麼多錢轉到海外怎麼回事 也很傷心 那他就回到台灣出庭 跟陳水扁榮土一起出庭 陳水扁被審 他旁聽 他肅定能力很強 蔡守遜審理 陳水扁的案子 美禁一場沒有缺席 在他家裡我看那個出席 庭經席有一個基督名單 每次都有他 你美禁 美麗安靜美禁 結果聽了以後 越聽越聽扁 他聽的結果是陳水扁的案子 完全是政治建築 完全是政治清算 完全是政治爆 所以他成為一個堅定的 和明哲先生一樣的 保衛陳水扁的 中有司法人權的 值得敬重的Lad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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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這邊出庭 你記錄下來的資料 你有保證 有沒有把它整理出來 都 我都信給我 兒子 在美國的兒子 喔 他最長期是應該整理出來 我也要整理 做功課 他在關聯中 北社跟楊姬泉 他們有出 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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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紀錄 我們去賣新電台 去推廣去賣 一張一張的賣 只要有展示大展 就去賣 我為什麼了解這麼詳細呢 我在採訪 準備寫篇專欄 就從一個困惑的 捐錢給陳水扁 總統綠營的 有困惑 甚至有傷心的 最後通過 新手的第一手資料 來聽這個案子 而且它是國民黨起訴的 檢察官是犯了藍的 猜手訊 結果他聽出的結果 是停扁 聽陳水扁死了